美国二世道,考虑出品 现在三十十一教学 我们都能打成一句话 我们都可以能打成一句话 直到第二句话 我们都是打成一句话 一般而言呢 我们在讲述听语文教法的时候 我们的心量呢 要非常的開闊 如同虛空一般那麼的廣大 特別是我們在聽《佛陀教法》 我們講的《閒密緣通的教法》的時候 我們的信仰特別要非常開闊的聽 那裡他剛才在其它中五通的三葉创知公務結尼系統的任務之差了 那麽 五句到那個法門呢 可以講的是 教主今天送功 他種不過德佛陀八萬四千一法門的新藥 三岳苦海的大大师师父那时就决定的成佛 我们的理由呢 三岳就成佛 有那地球吧 我们的三岳合作吧 这就成佛了 那前面讲到呢 我们要圆满成佛呢 必须具足所有一切的这种因缘的 那么因此 对于这个五字道的这个法门 那么它就是一个圆满的因 有了这个五字道的这个法门呢 什么要成佛呢 已经成佛了 那么如果没有五字道的这个要点的话 那么呢 就没有办法 就没有了成佛的方法 现在 我们在东北的 这边是个孙子的 那边是个孙子的 那边是个孙子的 这边是个孙子的孙子 那边是个孙子的孙子 那边是个孙子的孙子 那边是个孙子的孙子的孙子 那边是个孙子的孙子的孙子 那么这个五字道的 五字道歌呢 就是一般的帕摩祖巴 就是教主捷天送公的上司帕摩祖巴呢 那么他对于弟子们呢 所给的这个孙子 但是呢 他特别的指示 教主捷天送公呢 他就要好好的 仔细的修持这个法 我们的孙子孙子 在家中的帕摩祖巴 吐了哭 哭就哭了 那对哭的结果 都不得算了 哭了 那就是呢 教主捷天送公呢 他就如实的羞耻 那么在内心里面呢 完全的正悟之后呢 那么他就写下了这一个 五字正道歌 所以呢 第一句就讲呢 是顶礼 龙耀帕摩祖巴士族 那么这个帕摩祖巴呢 他就是教主捷天送公的上司 指甲祖巴呢 指甲祖宗公的 指甲祖宗公的上司 那么教主捷天送公呢 他是龙树菩萨的化身 因此在現代而言 只要講到龍術菩薩所說的教法 可以講到 所有一切大聖教法當中的行者 他都承许龍術菩薩所說的 就是佛所說的 是真實的 因為教主今天聖宫是龍術菩薩的化身的緣故 所以在佛的經典裡面 也有如實的授記 那特別的是聖舊度母也有如實的授記 聖舊度母也有如實的授記 聖舊度母也有南大寺 還有這個世界 三年級 聖舊度母也有如實的授記 所以如果大家看這個 教主今天聖宫的傳記的話 那你就可以了解呢 真的是不可思議的 在當時呢 他坐下的這些 眷屬身中呢 有數十萬的弟子 聖舊度母也有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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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聖舊度母也有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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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些人都会认为要造成的 这个人都会认为 这些人都会认为 对 经典 对 在他送件地是 谢了重年 谢了重年 谢了重年就会认为多的 所以他不只是说有这么多的这些 生送 那么教祖今天送过的一个弟子叫 谢了重年 他就讲他要赞颂说 教主今天从公公坐下的地址呢 这些上层最好的地址呢 是已经正德的跟佛一样的境界的 那么中等的地址呢 都是达到了十地 甚至从十地那一直下来 最少都是如实了物欣欣的 就有一次的 有一次的感觉的确实 对 六举等于马上呢 三十年来的确定的 今次的面子就有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他等于一层的 混蛋 六举等于马上呢 他不有了 六举等于马上呢 他等于马上呢 他等于马上呢 哈哈哈哈 六举等于马上呢 三千年来的确定 一千年来的确定 一千年来的确定 所以他就讲到说 对于主事的传记呢 如果我们 会能够如此的了解的话 那么呢 我所说的这些甚深的意义呢 我们内心里面 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的深情 这个真切的信心 因此他了解上次的传记 是很重要的 但是 君须那书备 又街上 人家对人家 都穿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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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on 他们都穿那些 汉诈 约 约 人的地方 人的地方 贤的地方 我都寻找耶稣 那么呢 我在平常的时候也常常会讲到 我们呢 文师修学佛法 佛法呢 它不是只是一种 文解的 听文的这个议题而已 而是呢 为了要调伏我们自己的内心 做这样的文师修学的 那么只要我们能够如此 为了调伏自心 来听文跟学习的话呢 那么时时刻刻呢 我们内心里面 都能够真正的得到喜乐的 所以不单单对我们此生 对来生 不单单对我们自己 对其他的众生呢 都会产生很大的敌意 那么这个世间呢 各种的不快乐 各种的战争 争斗等等呢 都是由于心而产生的 但是 大家能够回答 现在还是要回到这边来 现在一直到过来 身边就觉得不不快乐 从他们过去 这种圣无论的人 很正常的说法 所以呢 在第一个据上就讲呢 倦马般的慈心与悲心 若未能慈以利益众生 天人便不会向我们喝采 自以应修慈悲为佳行 在这里面就讲到的 慈心 悲心 以及不提心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依着这个技重来解释 首先来比喻呢 我们的慈心 跟悲心 这两种心呢 就如同是骏马一样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依着这个技重来解释 在这边呢 我们就会定 残重性的疑惑 属性的疑惑 是